哈囉 歡迎來到Pindora's Kitchen 我是Dora 今天我們要來做一款小朋友都學會的超簡單的餅乾 食譜在影片說明欄 請影片最後面喔 首先我們要秤無鹽奶油70克 切小塊 一顆常溫的雞蛋 薑蛋打散 秤16克 奶油需要事先放置常溫 回軟至手指壓會凹陷的狀態 一般糖粉48克 過篩 機器開低速 奶油跟糖粉攪均勻 再來我們要加蛋液 蛋液要分三次加 先加三分之一 打均勻 盆底跟盆邊的刮起來集中到中間 再加入三分之一的蛋液 每一次都要混均勻才可以加下一次 加入剩餘的蛋液 打均勻就可以了 沒有要打發 去台電動攪拌機跟攪拌盆 現在有開團 如果有興趣可以開箱影片說明欄 喜歡我的影片記得點讚留言分享 並將影片安利給你的朋友 底筋麵粉140克 用切斑的手法混勻 拌到成團就好囉 將餅團分成一半 我們要將一半的餅團染成粉色 用天然色粉或是色素都可以 需要的量很少沒有辦法秤量 一點一點慢慢加 染到自己想要的顏色就可以囉 把原色的餅團整成圓桶狀 我的改命部兩端的圈圈厚度是0.4公分 這樣我就可以很輕鬆的把餅團擀成0.4公分厚 如果你沒有這個圈圈也沒關係 一邊擀一邊量也可以 粉色的餅團一樣擀成0.4公分厚 好了 移到一個平的板子上冷凍置硬約一個小時 等待的時間準備模具 大的直徑5公分 中的直徑2.5公分 小的直徑1公分 你也可以用花嘴吸管之類 大小差不多就可以了 不需要跟我完全一樣 取出動硬的餅乾團 先取一片另外一片冰灰冷凍 將餅乾團與烤焙紙分離 先用最大的壓圓 趁餅團還是硬的時候趕快移到烤焙墊上 這樣才不會變形 壓八片 我這裡少壓了一片 把粉色的取出來 並將原色的冰灰冷凍庫 粉色的做法跟原色的一樣 一樣用大的模具壓出八片餅乾 只要餅團變軟就冰回冷凍庫 接著用中的模具壓2.5公分的圓 再來用最小的模具 每一個腳掌需要4個1公分的圓 最後要輕輕的壓一下 粉色的底配白色的腳掌 白色的底配粉色的腳掌 把全部都做好 剩下的餅團收集在一起 我們來做混色的 將兩個顏色隨意的混合 你可以搓長、搓圓或是折疊 一樣趕成0.4公分後 好了 壓圓 食譜大約可以做出31片的餅乾 送入事先預熱好的烤箱 中程155度烤15至20分鐘 每台烤箱的融入不同 需要自行判斷調整喔 烤至底部跟邊緣微微上色即可 剛烤好的餅乾會有一點軟 冷卻後就會變硬 如果冷卻後還是軟軟的 那就是烤的不夠 放回烤箱再烤一下就好 餅乾冷卻後要儘快裝入保鮮盒 密封常溫保存 才不會太快軟掉 準期的餅乾看起來就很療癒 試吃時間 每次只取出要吃的量 剩餘的馬上密封好 記得泡杯茶或咖啡 這個食譜非常適合新手 只要一步步跟著做一定會成功 餅乾吃起來是酥酥的 不會太甜 今天特別穿了這些貓咪的衣服 覺得她的表情很可愛 大家如果在家房間也很無聊 可以一起做餅乾 我們要一起保持平安健康 自己做的餅乾用料單純 給小朋友吃也比較安心 記得訂閱我並開啟小鈴鐺 才不會出過新的影片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 我們下次再見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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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再見囉